说一宗趣闻给你听 我们说完这宗趣闻很快 说完这宗趣闻就完了 今天短短的 这宗趣闻很好笑 之前 继续钟培生和林作 打雷台之后 钟培生 可能上个印 给钱打人 给钱找人给他打 和他脚抽 他早两个星期 他就在台湾 搞第二场 哦 他的对手是谁呢 果然真的是 打上瘾 又是找素人 但是这个素人 和他 有些 恩怨 有些什么恩怨呢 就是说 钟培生 作为这个 香港电竞之父 因为他曾几何时 都在香港 搞电竞队 那当时 有一位 他们 总之是和他 打机很厉害的人 就是这个 Toyce 他本身好像是香港人 我记得是 香港的 不是 是台湾 Toyce 不是香港人 是的 但是他这个比赛 他在台湾搞的 在台湾搞 是的 他在台湾搞 Toyce 刘伟健 我记得Toyce 我之前看过 他一条片 好像和几个大波妹拍的 我有点印象 所以我才知道他是香港人 是的 他是香港人 是的 他本身是香港人 我记得有一条片 他和几个台湾大波妹拍 所以我才知道有这个人 是的 而他之后 他也去了台湾 他去了台湾生活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当然 他在打机那几年 其实他也赚不少钱 这样 这样 而 之后 他就是和 中培生也罵了 至于那些 详细的 详细的 那些 因缘我也不清楚 总之他们两个就不妥 结果他们就 搞了一个 权尚 这个比赛叫做权尚 这样 结果 中培生打赢了 就和林作的结果一样 就是 都 难度不高 练成 对 相对轻松 那就打赢了 这样 但是 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 其实 自从这一场比赛之后 我是更加 我真的看这个人不起 其实 不要这么想 你练开 大哥 相隔了一年 比起上次你打林作 你也相隔了一年 你上次就找个狠狗跟你打 今次 相隔了一年 一年 一年 你应该要继续的 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找一些 相对有些实力的对手 打一下 因为 现在你放在那里 你就是告诉我 你中培生 原来 扯到你那些所谓的打拳 你也是当兼命 他跟Toystar 摆明就是兼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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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说 喂 是 但是 太肉酸了吧 太肉酸了吧 你一是 你就不要标榜自己 是什么 练了什么 什么 什么 加粗 找什么 私人教练 什么 你一来就不要说这些 你就当自己是一个 他要约素人打的话 他可以约我 其实 你和你打 没有兼命 是吧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跟着这件事 就和我 跟着我说的故事 就有些关系了 这样 介绍一个 人给你 我以为你只是说 周培生 周培生这些就算了 就算了 反正 作为一个二世祖 他算出色 是不是 就是比刘乱雄那些 不是 不不不不 就像刘明慧那些 那样 那就大忍乐 是吧 好像周培生这些 作为一个二世祖 我得出色 那用钱就骗了 起码有娱乐 是不是 那就介绍这个人 尼克星拳击 这样 他是一个台湾的YouTuber 基本上他都满口英文 你当他是ABC 这样 那他就拍些什么的片 他就拍一些教人打拳的片 教人打打拳的拳 这样 但是呢 他的片 就被人救病他 就说他抄杂 他的片就被人救病说他抄杂 这样 就抄一个 就抄一个外国的YouTuber 是啊 就是抄这个外国的YouTuber 就是画面看到这个鬼佬 就说他抄他 包括就是说他教的内容 连个效果 效果 说话内容的punch line 他都照抄 Temmy Yip有补充 他好像是贩毒 是啊 Toyce是在台湾 失了一次贩毒 我坐完出来的 他坐完 他坐完没有 啊 还是最近的事 还是在后判呢 是最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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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台湾藏毒的话 是不是有死刑 呃 不是 台湾有死刑 不是 台湾吸毒 是不是 哦 他判他 诶 诶 击押旗门 哦 他收到二百只大麻 但是当他申请击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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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是 总之现在他就无事无干 在街上走一走就可以了 这样 那就说他就抄这个人 就被人 就说他 即是被人厚诛不伐 这样 那么呢 跟着就是这位 在台湾的一位曾经获得奥运铜牌的 他也是台湾人来的,但他曾经获得奥运铜牌的英国拳手小潘 他也看不过眼这个抄袭的行为 我相信小潘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懂 你在抄人的片子,乱教人打拳 所以小潘就看不过眼,想弄他 抄袭!这样,我又约战 可能大家最近看钟培生看得多 觉得大家撩人的抄袭,撩上瘾 这样,那又撩他打 当然了,这个人到最后就是耳咬咬 耳咬咬避战 就是这个,尼克星的避战 引来了,我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一位YouTuber 她的名字叫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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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我真的断了 我真的断了 你断了 我断了 这个YouTuber 我曾经在节目中介绍她 因为她除了说很多外国的新闻 台湾的台湾的新闻 她也说很多有关香港的新闻 譬如她最近有说到的就是 包括有 有线解约事件 因为到最后 解约是解到去 连个电视台都执行了 这样 也有提到就是 一些 香港YouTuber 骗钱事件 这样 神魔之塔的这个争议 对不起 我没有开给你看 神魔之塔的争议 她也是起源于香港 这样 她也有介绍香港的亡命小巴 这样 是的 介绍这个 香港一线YouTuber 新败名列的新闻 这样 很好看的 很好看的 我觉得她的片好看在就是 她的资料搜集很充足 她的表达手法很清晰 易明 这样 那么 这个叉鸡也都在这个 这个尼克星的这件事上面 就参与了一脚 这样 她就做了一条片 就讲这个嘴炮拳王 给多人约战 这样 包括管长 Toyce 我刚才说的那个小潘 另外就是 Toyce之前和钟培生比赛的时候 Toyce的教练 这样 大家都不值这个尼克星的行为 就双双 约战 这样 但是在前几天 这个奋唱 这个奋唱就是个人 这个奋唱就是个人 轮到她自己了 她就出了一条片 她要还击了 她反击了 她就出了一条片 她就说 好 你们要打 我现在就和你们打 她首先 她说 首先 我要和谁打 我要和叉鸡打 她说 双双人不懂得奶卷 对 她就是这个YouTuber 你想想 之前 管长 一个奥运同牌得主 小潘 这个Toyce的教练 这个我忘记叫什么 叫什么 约你打 你不打 然后第一个就说 我现在就要 和你叉鸡打 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他说 你在这里抽我水 他觉得很生气 你抽我水 你这些YouTuber 抽我水 我现在就 和 和 叉鸡又在他的影片里 就说他 就是说他 武胆匪女的意思 和 李克星也说 既然人家挑战你 你不认战就叫做武胆匪女 这样 那 结果 在前两天 叉鸡 可以说他 报入了 这个YouTube生涯的顶峰 就是 这个 我被约战了 他说我这边正式约战你叉鸡 就是这个人 而到最后 叉鸡就说 打吧 叉鸡的条件 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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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日子 他就说他的人 就不在 就不在 台湾 的 他就说他人就不在台湾 他就要约个日子 去台湾 跟你打的 这样 他就 他就 说了 他就说 8月 他就 他就 这几天 7-11日 13-14日 我就有空 我可以跟你打 我在这几天里面 但既然是这样 因为他说 他先打叉鸡 然后再打其他人 他说 好 最理想的 最理想的 就是在 最初的几天打 因为之后 你就可以跟其他人打 他说 他也说 他相信 你要打赢我 应该 20秒 应该能够办 20秒 他也说 我呢 我不懂得打拳 我也不是管长的身形 他说 他说管长的身形 而在这段期间 我也不会有空去练拳 我现在纯粹上台 跟你打 但是他也有条件 他说 他说 他就要蒙面 但他怎么也要蒙面 因为这个是他的卖点 他说 他怎么也要蒙面 但是 你要我不蒙面也可以 只要价钱够就可以了 他就给了一个参考 那究竟要多少钱呢 尼克星 他之前跟Toyce说 他说 你要我和你打得600万 对了 你有600万我和你打 因为他说 他一条片 一条片 就有 就有 48,000 views 他说 他就值600万 但是 叉鸡就和他说 叉鸡就说 他的片 第一天 就有52万 如果按照你的比例 如果你要我露面 不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的 6,000万 他说 他说 你自己说 你 我这么多人看 我这么受欢迎 你看看我的观看 你要找我打拳 600万 人家叉鸡是你的10倍 收你6,000万 合情合理 当然 XG也说 如果你给不起 他就不要紧 那我就蒙鸡跟你打 这样 XG也说 你说我抽你水 是不是 这条片 他就说 他说他抽他水 那条片 的view数 暂时 就 6万4千元台币 其实也有6万多元 就是 6万多元港币 原来 也挺好的 一条片 1万多元 1条片 1万多元 对 隔几天出了1条 那当然 这个叉鸡 他有质素 他的片 内容 是有质素 这样 他也说 他也说 你说我抽你水 如果是这样 那我拿出来 谁打赢 那个要 就是这样 这样 因为他也不忘去提醒他 就是说 你 但是你跟我打完 你要跟 管长 小潘 他们打 如果不是的话 你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行 这样 那就 好了 结果他也说 准备好 通知我 我就立即订机票 酒店 就过来跟你打 这样 阿叉鸡 也说 其实我做这条片之前 他已经跟小潘联络了 他那段时间 是OK的 那段时间 他也是OK的 只要你安排好 因为你约我打的 你现在来挑战我 那安排好场地 都是你的责任 是不是 这样 至于 他最后也有说到 他就说 我不会 我不会 练拳的了 最多就是看你的影片 因为你教打拳 学你的 应该就最劲 是不是 阿叉鸡就这么说 但是 但是 这个尼克星 也 也 也 决定了 而这件事 也 博取了 是 是 是 关于比赛 他说什么 我也忘记了 是的 是的 他说 知道 因为这件事 發酵得很厉害 这样 京义也有 蔡氏 联络他 可以赞助 不知道会不会又是钟培生 所以他已经说 你不需要想 你不需要想 场地了 你只要回复我打 和不打 还有25号之前 就可以了 这样 你看 圆场地 哦 星空online 一个online game 判名赞助 已经确认了 7月30号打 是吗 是的 是的 他和这个李玉星 李玉星 什么 是不是小潘 李玉星 李玉星 不是 李玉星是Toyce的教练 哦 那叉鸡呢 打完了 没有 没有 不是 不是打了叉鸡 不是 那可能他先跟他打 那你叉鸡 你就要看看 如何 OK 其实按急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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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说的 撩人赤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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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当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你 懂得打的人 你要在街上 随便 撩人赤秋 哪怕你是一个黑社会 哪怕你是邓炳强也好 是吧 当你是一个 有一个 身份 的时候 你乱 其实黑社会也是一个身份 我会说 你乱在街上 撩人赤秋 乱在响朵 是一件很傻的事 是吧 是吧 你说你响朵 你说你是鸿兄 我说你是傻的 那是谁是傻的 那是傻的 那就是傻的 那是傻的 是吧 你不要这样 然后你跟我赤秋 然后你跟我赤秋 我当你打赢了我 我当你打赢了我 然后你走出去 你的朋友问你 听过你昨天跟人打架 你跟谁打 很好打那些人 原来是四眼龟 你打赢的 只是一条四眼龟的时候 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很炫耀呢 就像哈利波特那样 串钩他表哥阿达利 你刚刚去欺负了一个十岁小孩 你五个欺负一个十岁小孩 很厉害啊 是啊 就是这样 因为 既然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这个所谓的尼克星 你这个傻子 都依然是 选择挑战 挑战哪个 拆鸡 的时候 我只会觉得 其实你根本就是无聊到 你这个人很打架有限 你这个人 因为一个真是很打的人 他怎么会撩这些人 赤秋的呢 曾经在管长身上 就是台湾那个 那个管长 他身上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陈之汉管长 但是呢 他那次是怎样呢 他那次是有点不同的 是有一个小狗 就是一个小狗 那个 啊 他的花朵不知道是吃屎什么 吃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人 他是不是当年 不是 他是不是好像 他好像当年在 在 在 在那个 什么 台湾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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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道 对着法院那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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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萨加兰大道 那里拍自己 吃什么 我忘记了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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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吃屎哥 在台湾的一个 那这个吃屎哥是哪里来的呢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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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罵 总之 罵 管长不知道什么 那些 就说不知道怎么打完他 那管长有一次 那他那次就 好 那好吧 你上来 你上来我那里 你上来我那里 我和你打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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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结果 当然就是这个人 被管长踢到他 他都还没打 他都还没可以 他就这样起他 他两脚就已经打到他 躺在那里了 这样 这件事你问我 discussed 那bro 当天我看到这一副视频 我看到这件事之后 我都觉得管长狠狠 什么 你想做什麼?用不用嗎? 這麼無聊,你找徒弟打算吧 你不是他找個徒弟練三個月,你打贏才跟我說 你這樣就算了,你為什麼要親自下場和他打呢? 这个好笑 这个 Sit Eat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件事真好笑 哈哈哈哈 那你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你这个尼克星 你要跟别人打 你是有了的 那个小潘 他直接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害怕 我让你单手 我让你单手 你应战就可以了 我让你单手,条件离开 然后他又说什么人家体重 人家什么小潘比他重 尼克星又说这些 又说他有开直播 他说他即场磅自己多少重 但是当他那个镜头移动的时候 就有人看见他在扶着 嗯 嗯 就是出猫 就是说到最后 你就是在备战 那现在还要好可不可 小潘最近为了打比赛 他减了磅 还减了磅 还减了磅 他说现在小潘跟他好像不知 差三公斤是多少 嗯 可以 其实这个拳赛 他跟叉鸡的比赛 一个不过意 被叉鸡赢了更加过磅 虽然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你说你在这件事 被你打赢了叉鸡 你得到什么 就好像钟培生 你被你打赢了林作 其实你得到什么 其实 我只知道你死了一百万 你打完林作 你打Toyce 我觉得也有私人恩怨在里面 我觉得也可以另作别论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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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培生 你又过多一年 你明年要再打 你就是一个 打了四五年拳击的人 很有经验的 你找谁打 阿博啊 你用来搞 问题是 你这样是直接 令自己变得很 我总是觉得 打拳不应该是一件 那么怡气的事 对呀